为了让博爱新村的泰鲁阁族人能够在中秋返乡团圆 吉安乡公所特别赞助社区举办中秋烤肉活动 看到年轻族人专程回来团聚 乡长游淑真非常感动 他也强调公所会协助各个族群文化推展及安居生活 让每位乡亲可以快乐地生活在吉安 在民国79年遭遇欧菲利台风灭村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 园区域居住的泰鲁阁族人迁移到现在的博爱新村定居 中秋团圆日社区法案协会也举办了烤肉活动 号召年轻族人回到花莲过节 吉安乡长游淑也特别前往关心 把我们年轻旅外的游子给带回来 把我们开至善业出去告吉安 或者是邻近乡城的所有的孩子 也一起来共享我们族人 欢聚的中秋节 我相信尤其在博爱新村 是欧菲利台风之后所新兴的一个部落 我们将协会来做正式的立案 今天也完成了李市长的改选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部落之质 应该还给部落之质人一个创意 一个治理的一个空间 吉安相公所站在福岛的一个位置上 克敬之责 我们希望我们的族人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也能够在我们吉安的社区里面 创造自我的幸福跟多元 孩子们在广场上打球玩耍 无忧无虑 年长者坐在椅子上乘凉 等待美食上缩 青壮年则是负责生活烤肉 并且和长辈及孩子们 共享香喷喷的烤肉大餐 一整个社区充满了团结 和谐温馨的气氛 乡长优淑珍非常感动 他也强调 乡公所会协助各族群文化推展 和安居生活 让每位乡亲都可以快乐生活在吉安 介络会吉安相报道